三国时期,司马懿作为曹操的军师,与孙权刘备交战,因其左右的军事政治能力连续辅佐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孙子曹瑞、曾孙、曹芳三代帝王,成为魏国的实权人物。 司马懿死后,他儿子司马昭掌权,司马昭权势极大,自封为晋王,封他的儿子司马炎为太子,开始准备取代曹家。 这时期,司马昭灭掉了蜀国,司马昭死后,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当时的魏帝曹焕,自立为帝,建立了晋国,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司马炎上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除掉三国当中最后一个国家东吴,公元280年东吴投降,至此结束了百年的分裂状态,国家再一次完成统一。 十年后,司马炎并故,他的二儿子司马中继位,可是司马中是一个傻子,有一年闹饥荒,有大臣就说,灾区的百姓吃不上粮食,有人饿死。 司马中还傻乎乎的问,吃不上粮食,那为什么不吃肉呢? 傻子怎么可能治理国家,所以朝中的大权落到了皇后贾南风的手上,司马家其他的人当然就不愿意了,纷纷想要杀掉贾南风掌权,于是便发生了晋朝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 这八个王全部都是皇室宗亲,手握大权,起先赵王司马伦杀掉了贾南风及其党羽,废掉了皇帝司马中,自立为帝。 但是其他司马家的成员不服气他,没有办法,他又宣布退位,司马中复位。 之后,东海王司马越堵死了司马中,拥立了司马中的弟弟司马赤继位,这才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八王之乱。 这一次朝中的政治地震使得西晋王室统治受到了重创,不仅国内人民纷纷的起义,国外的少数民族也对西晋虎视眈眈,公元308年,匈奴大产于刘渊继位,开始了灭尽的历程。 虽然他姓刘,但他和汉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百分之百的匈奴人。 登基以后,刘渊立即就让他的儿子刘聪领兵进攻了西晋的都城洛阳。 当时,洛阳掌权的是司马越,为了自保,他带着四万人马和大批的朝臣逃出了洛阳。 刘聪就趁机攻克了洛阳,掳走了皇帝司马赤,皇帝被掳了,官员也没有去追,他们又另立了一个皇帝司马业,迁都长安。 公元316年,长安也被匈奴的大军攻陷,司马越投降,西晋灭亡成为了第一个被外族消灭的王朝。 中国在短暂的统一之后,又恢复了分裂的状态,而且这一分就是三百多年。 西晋灭亡之后,一些朝廷的旧城并不甘心王国的命运,仍然在全国各地积极的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 第二年,司马家的一个贵族司马瑞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称帝,国号仍然用晋,使称通晋。 为什么在南方称帝?因为这时候的北方被外族占领了,他们又回不去。 所以东京的统治范围仅仅限于江南地区,虽然统治期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 东京比较平稳的发展了几十年后,司马家出了几个昏庸无能的皇帝。 皇权开始旁弱,之后又爆发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平民起义,皇室更加的衰落。 公元四百二十年,军中的将领刘裕,废掉了东京最后一个皇帝司马德文,自立为王,建立了刘宋。 南方进入了南朝时代。 说到这里,时间先倒回到匈奴灭掉西京的时候,那些贵族不是跑路到江南建立东京了吗? 同时,中国北方有少数民族控制者,分裂为无数个国家和政权,他们之间相互吞并。 因为国家数量太多,政权更迭又太快,被史学家记录下来的只有稍微在历史上有那么点存在感的十六个国家。 这十六个国家几乎全部都是由匈奴、鲜卑、枪、低、劫这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所以称为五湖十六国。 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当时的少数民族是很野蛮的,见到粮食就抢,把人当作牲畜,随便宰杀。 汉人的女子被称为双脚羊,被胡人残忍地吃掉,吃不完的还会将他们活活地淹死。 胡人所到之处,汉人遭受的是灭顶之灾,如同人间炼狱,当时能够活下来的汉人少之又少。 就这样,北方混战了一百多年后,公元439年由仙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北方进入了北朝时期,和南方由汉人建立的政权并称为南北朝。 之后,南北朝各自发展。 先说南朝这边,自从刘豫建立刘宋之后,南朝先后经历了四个朝代,分别是宋、齐、梁、臣。 他们存在的时间都相对较短,最长的有95年,最短的仅仅只有23年。 因为南朝的四个朝代都是汉人建立的,虽然时间很短,但作为汉族的统治,使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 所以南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再说北朝这边,拓跋家前妻管理不错,到了公元534年,北魏的孝武帝元修,因为不满当时十权人物高欢的胁迫,出走到长安的宇文氏家族,而高欢另立了一个皇帝。 至此,北魏分裂成为了东魏和西魏两部分。 之后,高欢的儿子高杨和宇文爵先后被东西魏帝建立了北齐与北周。 之后,北周在宇文雍的治理下国父名强,宇文雍死后,传位给了他的长子宇文英。 宇文英娶了杨坚的女儿杨丽华,她本人婚庸残暴,所以大权逐步落入了老丈人杨坚的手中。 宇文英22岁就死了,所以他的儿子禁帝继位时,年纪非常小。 后来杨坚于公元581年飞掉了禁帝,建立了隋朝。 之后,隋文帝杨坚命杨广为元帅,领了50万大军,突击南方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 陈朝面,从而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又复统一。 在南北朝的时期,中国北方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被汉族同化, 为将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隋朝统治中国只有短短的38年,只有隋文帝杨坚和隋杨帝杨广两代。 杨坚登基以后,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 广固了隋朝的统治。 杨坚在位24年,公元604年杨坚离世。 对于杨坚的死因,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他被自己的儿子杨广派人谋杀的,另一种是说他病死的。 之后,隋杨帝杨广继位,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他继位以后就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奢华的宫殿, 开凿大运河为自己享用。 为了扩大其统治,他还不断地向外扩张, 三次征讨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但都没有成功。 连年的征战与暴政,隋朝的国力大大削弱, 于是全国各地揭竿而起, 所以在隋朝的后期,杨广不得不四处地镇压叛乱, 但是隋朝终究大势已去,公元618年, 隋朝降临宇文化级发动了兵变, 勒死了残暴的隋杨帝杨广,隋朝灭亡。 隋朝虽然短暂,却是成前起后的一个朝代, 不仅在文化经济方面贡献突出, 还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 因为割据纷争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 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 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交流, 为后世圣唐打下的基础, 隋灭后几年,大唐一统天下。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 下次我们接着说唐朝。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新的视频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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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